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澳大利亚的冯冲毅教授 这里我要先 冲毅先等一下 我先说明一下 没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原来请的这个评论人范世平先生 不知何故 目前还没到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要请冯冲毅教授 多给你一分钟 你自我评论一下 说说你觉得刚才自己讲的好不好 所以你多一分钟评论 我们还是按这个 非常感谢这个王主席开恩 我是用 本来是用英文准备 做这个PowerPoint也是英文 可是我现在要用中文讲 中西何必 厉害得不得了 其实我是典型的南蛮 Southern Babylon 也讲不好洋话 更讲不好国语 就是南蛮还可以 其实我的结论很简单 我先把结论告诉你们 你想睡觉的继续睡觉 我的那个结论 我谈冷战 第二次冷战 我的结论就是这个 中共政权一直在打冷战 只是西方民主阵营 因为这个厉害关系 或者说历令自昏 不愿意 或者不敢去应战 所以就让这个中共政权 做大到今天 现在比较难对付 一直到现在在两年 有一点点觉醒 就是我们在做国为努力的结果 现在开始来去应战 这个绝集如何 我等会我会告诉你 做学问 我首先讲一下这个冷战 又讲定义 跟国光熊学 要讲一下它的本质 和它的面向 就是这个冷战 它是传球性的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 所有方面的 一个全面的这种战争状态 只不过是 它没有这个大规模的 热战而已 它有很多别的代理人战争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去想灭掉对方 但是没有大规模的 这个交战 然后它这个面向方面 就是刚才讲 它是一个 首先讲 它是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和不同的价值理念之间的 这种金风成对的较量 那更关键的话 它是一个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 这个你是我活的这种对峙 就是经济制度 就是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 文化制度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全面的一个对峙 当然核心 是这个我们讲的是一个 自由主义理念和共产主义理念 或者是说 自由民主制度和这个共产主义暴政之间的生死搏斗 当然在西方很多人看来 为什么他对这个冷战认知有个偏差一个地方 他们更强调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这个对垒 所以他们宣告那个冷战结束 很大的理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冷战 就是中国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所以这个冷战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判断这个冷战从来没有结束 就是只不过是改变了战场 改变了方式 继续再允许 所以我再给你看这个 简单的回顾一下 就是在从89年 我们双部议苏联是91年崩溃 柏林墙是89年倒的 所以这个原来双部的冷战结束 是有一个时间跨度 从89到91年 苏联东欧共产党政策崩溃了 冷战就结束了 但是朋友们 89年 中共在盈库镇压了 这个89民运之后 从邓小平开始 一直到今天的习近平 不断的单方面的 进行着这个全面的冷战 邓小平当然是他比较狡猾 对不对 他是一个搞讨会之术 就是隐瞒他的动机 做一些阴谋 但是他的整个战略没有改变的 是一定要维持共产暴政 要去挑战这个西方 只不过是我现在力量不够 我要更想他以后才去全面挑战 接下来当然是有这个江泽民 江泽民一个要拥有 记住他现在说这个老新辈 叫什么有新的概念 长者 现在好像跟这个胡锦涛相比 跟这个习近平相比好像很可爱 但是别忘了 这个方针就是把不稳定因素 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么一个方针是江泽民定的 而江泽民做了在他刚结位之后 他做了两个大事 就是江泽民死之后 1998年 尸体灭掉 在中国的中国民主党 现在君豪他们当主席 你要记住这个战 然后是1999年 灭法轮功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打冷战的一个状态 到胡锦涛时期 胡锦涛是用这个工程师 很好的一个工程师 在去完善 在江泽民后期已经开始 由这个周永康他们 经历的维稳体制 胡锦涛的几年 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来去完善这个维稳体制 但具体操作 是政法系统 是周永康他们在操作 但是胡锦涛他们是一个 后来是红二代 把他当成这个兵小二 汉家的 不是赵家人 不是红二代 他们有些东西他做不动 所以这个胡锦涛 后来有个概念是不折腾 特别是后来有这个 温家宝很可爱的 我的南开校友 要推政治改革 要推普及价值 有一定的制衡 所以他不折腾 但是这个不折腾 引起红二代们的 极度的鄙视和愤怒 也就是张牧生所讲的 你们在抱着炸药包 几口酸花 不作为 所以他在位之后 已经要翻他们 所以这个做一个平台 才让习近平的接班 所以习近平接班 他是接两个党的班 一个是共产党的班 一个是太子党的班 所以他接过来以后 他的真正的传逆根据 就是红二代 所以他上出来以后 因为他的传逆真正的根据 是赵家人是红二代 所以他要把这个由胡锦涛 胡文时期已经软化的 一个集团建权拿回到集团主义里后去 所以他是全面的跟 跟普世家子宣战 所以要中国梦 把这个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结合这一块 来对这个全球的自由民主秩序挑战 所以这个冷战没有结束 如果简单看第一次冷战和第二次冷战 它的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对比 就是这个当然最大的对比不一样 就是这个大本营 第一次冷战的大本营 就是专共产暴政的大本营 从苏联移到了中国 因为苏联已经崩溃了 然后呢 这个 他这个 冷战的这个 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 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跟共产主义 这种意识形态的对峙 它有所改变 这个还没有彻底的消失 但是它是用了另外一个意识形态 就是民族主义 来强化或者补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所以现在西方民主阵营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还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民族主义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双面剑 当他打西方之后 像Donald Trump 他就用这个民族主义来回应 但始作俑者是在中共这边 所以他是对他的一个responsive 所以要弄清这个本源 所以我跟北下讲 如果你要骂川普之后 川普是disborn to Sainese nationalism 不是他自己选择的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responsive 这个概念这里头 为什么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很有智慧的人 包括中国学界的那么多人 为什么没有去认知这么个政权 为什么说是冷战结束了 我刚才讲过当然是有利益方面的理由 是利益自昏 同时我讲是一个分析框架有大问题 就是这个特别是左派门 就是autonomic left 季节使用 我很赞同这个 刚才这个 韩兄的概念 一定要使用集团主义概念 才能够认知 这个共产暴政 用这个authoritarian 完全不够 他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政权形态 但是因为季节用这样的一个 一个analytical framework 就没有办法认知这个政权 因为这个政权 比如说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中共在当时 就已经是一个最穷恶 最狡诈的一个共产暴政 可是西方 从尼克松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最近就开始就去拥抱中国 就拥抱这个最凶恶 最狡诈的共产政权 去对付那个已经 大搞修正主义 已经正在重量的 共产政权 所以这个是偷偷溜弄 所以这个这个 strategy 不是现在才开始 从七十年代就开始 一直营充到现在 所以这是这个学界和西方 必须虚许的这个 非常非常 严重的一个一个教训 这里和我讲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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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架 我那个书这里我忘了没有拿出来 就是要讲这个这个集团主义这个就是那个林斯跟斯特勘那个书非常好 就是它是把这个 就是它是把这个 在社会 经济文化方面放开了一些空间 有这个多元因素 成长起来 所以就给了人们很多的幻觉 也有很多的迷惑 所以我就讲 为什么它这个最狡诈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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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政 所以这个是要非常小心才能够认知它 在这个林斯特勘文书里头 它非常做了很详细的 或者是列表很明确的 就从它的这个社会的多元性 从这个这个意识形态 从这个领导阶层 从这个社会动员几个方面 来去实体的 细分 但是今天是没有时间来展开 所以我非常严重的去推荐 大家去读那本书 就是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时间不够用 我现在页过来 毛 毛时代是传球 传球集团主义的最顶峰 最完善的一个一个一个发展 就是在希特勒的德国也好 在苏联都没有发展到 中国毛的文革时期 那是Toroitarianism的 那个 但是但是很可惜 就刚才我讲那本书 他也没有去 研究中国 他不知道中国 他对象没有找对 Post-Toroitarian 这习近平13年到19年是要要要就是这个倒行逆施 这个装神弄鬼 就是要把已经 已经 因为集团主义的弱化 已经进入后集团的社会 要从丁流回去 所以这个碰到一个恶楞子 装神弄鬼 就是中国人在遭难 就是这个习近平时代 我想是他们在经济模式上 他这个是自由市场跟国家 党国资本主义的区别 还有这个西方的左派和右派 同时都对中共建权发生误解 都从自己的不同立场 都去拥抱 拥抱这个中共建权 很可悲 BOTH LEFT AND LIFT 都是拥抱他 这所谓中国模式 没有时间讲了 你讲到结论 就这个 这个结论 我这个 基本结论 就是这个中共建权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后集团主义的这个暴政 肯定是在第二次冷战中失败 被淘汰 这个淘汰有两个理由 就是如果原来的西方民主阵营 跟中共站在一块 跟中共作为这个伙伴 或者同盟之后 中国的民主派 中国的民主力量 根本没有机会去撬动它 而是现在这两年 西方民主阵营 开始结醒 开始输手来自 应战 我所在的澳大利亚 是走在最前面 因为有冯某人 OK 就是我们是这个 去push back 现在开始 也在带动传球 在反抗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讲这个是 中华民族 一百多年以来的 对新政民主的诉求 和他们的这个努力 势不可当 谢谢主位 谢谢程宇兴 虽然没有自我评论 但应该也很难自我评论 那因为范世平老师没有来 其实我本来做主持人 不想讲太多话 但是因为范世平没有来 所以我就简单的评论一两句 好了 我替一下 因为正好也是 我想提到的一个 就是我最近在给纽约时报 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就是这样一个观点 就是为什么 今年六四三十周年 在今天不仅对中国很重要 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很重要 我觉得它不是中国的事情 这是因为 经常有人批评我们当年的学生 说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低 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提出推翻专制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批评 好 我觉得这种批评 在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 是不是公正 我们不讲 但另一方面 至少我也承认 我们当时确实有点耐意 有点天真 当时的学生走上街头 很大的程度 是我们还相信那个党 那个政府 我们还对那个党 有一定的期待和希望 我们才去走上街头的 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确实有点耐意 确实是有一点天真的 当然经过六四的镇压 和后来几十年的发展 当然我们现在对中共 已经完全知道 它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我们也绝对不会 再去相信它 包括我们建立 对话中国之后 也不是要跟中共对话 我们是要就中国问题 跟各界对话 至少从我的角度 我已经不打算 跟中共再对话了 所以我们当时 三十年前 我们曾经天真过 但是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三十年前 仅仅是我们天真吗 整个世界都天真 对中共 对不对 这才是问题所在 当年八九年血腥屠杀 西方国家开始制裁 仅仅两年就停止制裁了 而且刚才已经有讲者提到过 根本镇压之后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美国就已经派了密使 去了北京 西方国家为什么那么快 就撤掉制裁了 就是他们也跟我们一样 nive 西方国家一样 他们仍然还是对中共有希望 都已经经过这样的一个 流血的大屠杀了 他们居然还是对中共抱有希望 甚至说对中国的发展抱有希望 说随着中产阶级出现 经济发展 然后最后导致民主化 仍然抱着这样的东西 这套东西现在已经证明nive 所以你要说当初 我们学生nive的话 全世界都nive 这是为什么三十周年 很重要的时候 现在中国已经被 他们叫create a monster 已经变成这个程度了 就是是西方社会的绥静 使得中共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挑战人类 文明秩序的一个魔兽了 那不是你整个西方社会当初哪一有造成的吗 那你现在要不要吸取这个教训 已经三十年了 这三十年 你当初制裁马上取消 然后你带着对中国认识的天真的态度 去面对中国 最后让中共这样壮大起来 反倒威胁你 难道西方国家不要进行反思吗 所以我觉得三十周年的纪念 这个意义还可以更扩大一些 它不仅说我们对当年发生那个悲剧的一个纪念 或者说那个事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的问题 它涉及到今天整个人类文明秩序的问题 是不是受到威胁这个威胁怎么来的 要不要吸取从一战到二战到八九 这样一系列的 就要不要再重新犯这样的错误 一再地绥静 一再地怀抱希望 一再地being naive 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年六四 三十周年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刚才崇与兽也曾讲到过的这个问题 那我就是简单评论这些 因为刚才我提到这个书 我就做这个Fully Promotion 就是刚才讲的这个Links and Stepn 它的书就是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强烈推荐 这个是非常好 它的唯一遗憾 就是他不知道中国 没有写中国 所以这一张是由我们这个高手 来去续这张 把这个集团主义政权 和后集团主义政权 做最深刻的认知 应该与中国的对象 谢谢 那我们还是要感谢范世平老师 因为没有来 所以我们多了一些客人的一个时间 谢谢他的好意 那我们现在就开放现场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不是也不是听众朋友 与会者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向几位都可以提出来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潘 老潘你先 我要批评的是王丹 我不同意你刚才说 为什么那么快结束制裁 是因为西方国家也天真 实际上是因为利益的问题 不是天真的 是他们利益的问题 而且要说出来 现结束了制裁 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制裁 就是台湾 日本 所以实际上 制裁是西方的东西 西方的一种 可以说是有一点道德的一个什么概念 什么 可是那个时候 刚刚八九年 九零年 那台湾 日本 新加坡 都趁机会 占领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是要讲 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 而西方的看到了这些情况 那慢慢就 就有一些国家就慢慢觉得 哎呀 我们还是要跟中国做生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天真 没有多大关系 OK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因为我们要宣兵夺主 我们来 谢谢主席 我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明居正 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郑宇硕教授 谈的东西 真的谈的东西挺全面的 不过我想做几点补充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这几年下来呢 大家对国际这个 国际上面呢 对中国大陆经济呢 做了过高的评估 那么我个人跟一些朋友呢 组成一个团队 那我们对这个问题呢 有个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想补充一下 郑教授 第一是我们这几年来呢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经济 全面下滑 出口 投资 消费都下滑 所以我们就判断说 他应该会另外 想办法拉动经济 那么像拉动经济方式呢 重新投资高铁和房地产 各位很清楚呢 这是隐正之客 我就不展开说了 第二点呢 我们团队几年来就评估 外商呢会出走 外资会出走 现在已经出现 所以具体第三个表现 就是生产力会下降 那么表现的方式呢 就是GDP的数字会下降 再来呢就出现钱荒 那么这我不能展开说了 那所以他们第一呢 会全面圈钱抢钱 第二呢会诱使台湾资金 跟台湾企业进去填补那个空间 然后前方导致结果呢 就是民企会大量倒闭 那么现在倒闭速度已经非常快 已经超过我们当年估算的数字 然后民企倒闭的结果呢 就是失业率会上升 失业率上升之后 就导致官民冲突 然后官民冲突 今年会六月到七月份 出现事情就是 大学生就业潮呢 恐怕会出现极大的难关 那再来就是外汇存体下滑 外汇存体下滑原因很多 第一呢我刚刚讲的外资流出 第二呢台资会大量逃亡 然后富豪会趁机逃钱 然后跟美国呢 会买一部分美国货 要花外汇 再来呢 全球要开始 它向全球开始购买粮食 会花费大量的外汇 所以这样会导致人民币贬值 不然的话没法补这缺口 然后银行会降准 然后大陆出现就是滞涨 股汇市跟房市呢 会出现大波动 再来就是地方债务会出现波动 那么高铁的债务呢 我们团队原来估算是五万一 现在官方承认是五点二八万一 完全吻合我们的估算 再来就是粮食不足 这我就不详细说了 我们团队唯一去年没有猜到一件事情 是猪瘟 这是我们唯一没有猜到的 那希望今年不要变成人瘟 所以我想回应刚才这郑教授说的话 四点 第一 中国的社会控制呢 今年还会加强 官民冲突还会增加 第二 反习的力量呢 对习的挑战呢会加强 第三 为了分散注意力 会制造两岸关系紧张 第四 中共的统治或习个人的威权呢 会出现极大的动摇 这是我们今年能看到的 那现在时间不够 我就说这么多了 谢谢 谢谢明教授 那我们来开放问题 那边那位女士 我只想说一下王丹说的是反应我自己很仔细看美国新闻 那个是大家看的美国新闻上的意思 是美国人因为一边有资本主义 一边是有民主 他们认为这两个东西是自然连结的 是不能分开的 他们真的 你听克伦登说的 那个时候的政客说的 他们的想法真的是 我们如果继续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就会慢慢的开放 他们真是这样想 那结果完全错了 中国是给我们看 基本上资本主义和民主不是连结在一起的 是可以分开的东西 谢谢 这也不是问题 不过谢谢你帮我回应了老潘刚刚的提问 不过我也要借着机会简单回应一句 就是当我讲到西方EV的时候 你可以说有些利益集团是为了利益 但是我觉得整个包括学界 包括一些西方的公民社会 对中国的认识 恐怕也只能还是用天真来形容 因为确实包括学界 有些人也是觉得按照那套社会发展模式 中国会慢慢做到民主化 你不太好说那些学者是为了利益 所以它还是整个西方社会 我觉得还是有难以为的这个部分在 当你说那我也同意 这样我们就各自达成妥协了 好 那么开放问题 顾老师 各位好 我是顾中华 刚刚因为冯教授的文章没有被评论 而且王丹理这个只是轻描淡写 也不算真的评 我倒是想要稍微讨论一下 就是所谓的二次冷战这个概念 它到底适不适合在 来界定现在的整个形式 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次 就假如是回到所谓那时候的冷战的话 那跟整个二次战后的形式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分裂成两个大的阵营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 其实全球化又经历了很多的变化 包括中国为什么它可以崛起 我觉得可能跟911 当时整个西方社会好像觉得有一个新的恐怖主义 好像变成最主要的敌人 所以它一样要去联合中国 要来就像当初跟苏联在做这样的冷战竞争的时候一样 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现实政治的思维 所以从第一次的所谓的第一次冷战到现在 我觉得那个国际形势的分析可能可以更精确一点 而且我也觉得中国现在它在走市场经济 而且它还大力宣传说金融危机以后 还是社会主义好像可以救资本主义了 对不对 中国可以救资本主义嘛 不是嘛 所以它好像也不是完全就不被融入的 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市场 所以还能够用冷战来界定吗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观察我其实是方向觉得不错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二次冷战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充分地讨论 好 谢谢 因为这个冷战开始下定义 是共产暴政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对垒 所以这个对垒 是不是换了战场而已 因为当时是以苏联为首的 这个共产暴政阵营 跟西方民主 跟这个民主阵营对垒 那么现在是以这个中共的暴政 为首的 为大本营的这个专制阵营 和民主阵营对垒 所以这个本质没有改变 只是这个其实我记得讲其实到第一次冷战之后 刚才已经详调过到了六十年代 当苏联兵修之后 这个共产阵营的这个大本营就已经移到中国了 它是最横的最凶狠的也是最狡大狡诈的 它只是西方没有真正认知中共政策而已 才去跟他结盟 跟他经历关系 用这个地缘政治 就是geopolitical这个概念 就是相信他的那个大国外交那种方式 就是误解了当时的真正的这个概念 所以到今天必须重新去认知这个概念 急急忙忙去宣布冷战结束 这个是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就是三十年之后 所以到一定要用这个概念 要不就是没有准确的认识中共这个政权 我们要开放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网络上有提问 稍等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网络上现在有什么问题 我们以两个为先好了 我们在网络上总共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很感谢刚才周峰索先生有提到周勇军 请问台上讲者及大会会考虑 趁这个大家都齐聚在一起的机会 为周勇军做一些什么行动吗 拍个照或是出个呼吁什么的 好 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有中国的新一代社会运动者提出 要分开六四一代的民运跟新一代的行动者 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个意见 你们有没有接触所谓的新一代的社会行动者 了解他们对六四的看法 另外海外的民运跟国内的青年行动者有没有交流 另外想要请问冯教授 当政权步伤更大程度的极权的时候 怎么样理解例如上家世事件中 工人跟青年学生也在回归毛左的理念跟论述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事件 还是有个取商性 首先我想说我很同意 Michelle Bonin的意见 主要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还是考虑这个经济利益 我简单说明一下 你看从哪个时候开始 起码到目前最近的一两年 一直坚决支持良好的中美官司的最主要力量 这是美国的共产权 批评的中国力量 又来自欧的 又来自自作的 我们不多说了 我记得哪个时候呢 Bill Clinton竞选的时候 又说把这个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对外国待遇 跟这个人权夸奥 结果坚持了17个月 到1994年5月 就要放弃了 我想起我们香港的民主派要减土 那个时候香港的美国共产权 要动员香港的民主派 跑去美国 是支持给中国最外国待遇 因为要是中国没有这个最外国待遇 香港的经济要受到很惨烈的打击 明教授的意见我非常尊重 事实上是这样子 我想很简单地说 你可以开一张清单 说明中国经济的越南 像你说你开得很强势的清单 大家也可以开另外一张清单 就是中国的经济还有相当的恩性 我们听这个比方说 Gordon Chang 他谈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说了很多年 你也有很多 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 没有时间很强势的说 你看 有很多人就是说 你想中国的经济增长路 有很大的水分 哪有7了 很可能是3了4了 但是另外一批捐家说 他的经济增长其实是低谷了 因为他还有一个黑色的灰色的经济 这个黑色的经济 这个灰色的经济 其实要潜力不少 它没有报上去 所以我只是说明一批 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看两张清单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经济 一批去崩溃的可能性还是蛮低的 我一直在说 它可能是一直的需要下去 你目前来看 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还是比较低的 还是可以动员相当的外卫储币的 还是可以起码一两年 还是可以停着 就是多印钞票 你看看 这样中国的情况 跟现在Venezuela 未来的比较意思 哇 未来的经济目前还停着 所以我是很简单的回应 关于公民社会的发展 我是很简单的比喻 我们现在的情况 很像东欧1980年代头的情况 那个时候 波兰的全国公会 东德 捷克的天局教会 还没有能力 跟当时的共产政权坐下来谈 他们一直到八八八九年 才有资格坐下来跟政府谈 所以我就是说 我非常期望看到 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 但是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现在中国人 第一 还存有一种 只反贪官 不反王帝这种心态 第二就是 我刚才说 它有一个exit 它有一个离开中国的损赏 还有你总的情形 过去三四十年 中国国民生活水平 要明显的提高 而且跟香港不一样 他们还期待了 未来三五年 还有一点点的改善 我们还是请几位评论人回应一下 我们按照顺序 从军涛开始 然后逐一的回应一下 我们按照顺序 每个人不要超过三分钟 其实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美国各界给我很大的欢迎 那么那个时候 在国会 我这一天赚了十几个委员会 但是我那待了几个月 我就觉得 那个地方 我没有办法跟美国进行沟通 原因其实也不是利益 也不是哪义务 其实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和规范 那就举个例子 像刚才我们讲到 在美国有四大集团是侵华的 就在前一段时间 第一大集团就是商界 这不说了 第二大集团海外华人 第三大集团就是中国学界 第四大集团就是美国的主导国际的 因为它需要中国的合作 它是安理会的常人理事国 它处理很多问题 像克林顿 它进了白宫人给了一张清单 这个问题我需要中国合作 那个问题需要中国合作 常规武器控制都需要 所以中国如果不合作 美国就会在很多地方有很多麻烦 他们不想再一个改变一个大国 你看美国改变伊拉克改建的时候 他们付出多大代价 他们觉得这个代价承受不起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现实的 美国的决策理议上 它有几个理论 因为中国不是 当时不对它进行核心利益 构成威胁 只是在重大利益 重大利益它要选择 一定要考虑到 它的成本和收益 第二个问题 关于跟青年交流 跟青年交流就是 我下决心一步迈出去 我有的是办法去交流 我现在比如 我们现在搞了我们自己的比特币 这个币 我一发可以发营一亿枚 我进去之后 你只要我送你也行 你买我一块钱买我也行 反正有这个币 我们就可以直接沟通 不用翻墙 这个说有的是办法 但是就是我下了决心 下了决心 只要我下决心 它就大规模的迫害在国内 大规模有什么好处呢 给我做广告 其实对反对运动最大的广告 就是迫害做出来的 而且你未来的象征 你的那种凝聚力 你的道义感召力 也是迫害 但是别人在受迫害 我在这儿 这个我决心我下不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没什么难的 好 对啊 第三个问题啊 我顺便我说一下 这个郑先生呢 其实郑先生这个文章 其实他写的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现在在全球化的 这个境界中 我们讨论中国面临什么挑战 就全球化带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呢 共产党还能不能控制 这个呢 郑先生我觉得这一点 他做的最好 就是说共产党还能控制 但是消灭不了这些挑战 这就拖下去 就有一个不确定性 第三个是海外 能做什么 其实我刚才觉得 郑教授 他当时典型就说出了 知识分子良知运动的困境 其实在全球化中间 受损是最大的 得意的是集团 像中国这种加入全球化 最大受益者是少数人 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果实和机会 多数人承担了发展的苦果和代价 前两天中央说 他不是恒征暴力 我说他怎么不是恒征暴力 老百姓认为他是恒征暴力 他就是恒征暴力 把我房子拆了地给抢了 他怎么不是恒征暴力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渠道 把这些人联合起来 拦都拦不住 好的 我可能用不了三分钟 我主要是回应一下 我的一个不便感觉 包括美人学员 包括海外学者 包括海外政客们 都不便地低估 中国民众的反抗 和中国民众的观念水位 就特别现在 对中国现在的维旋运动 已经超越了当年 远远超越了当年的八九 就是他是把当年 知识界的这种自由民主诉求 非常紧密地 跟他们的利益诉求连着一块 就包括左派学生工人 他们的这个工会的权利 他们自己的福利 他们利益 这个左右这个概念 不是很准确的 当他们要议论自由 要接受自由 要工会之后 这是非常右的概念 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 所以他最关键的东西 他是要跟这个中共建权 做对峙 要从那里面 要到他的权利 要有这个法律的保护 所以这个东西在 维旋运动过程中 由于中国现在所存在的 自由主义学派 包括我本人在内 几十年在这个互联网 在这个言论空间中 做的宣传 这个权利意识 信政理念 已经非常非常的深入人心 而且已经进到了这个官方的云系统 习近平之所以不敢搞政治体制改革 他要拿回到集团社会 其实他是要面对 政策内部的非常强烈的新政要求 这个新政要求不一定是很崇高 他只是要求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保证他们的赛产安全 保证他们老婆孩子的安全 但这个东西刚好就是自由主义理念以后 实现信政的思想理念的基础 我想也有现在市场经济 要讲真正所改变的时候 苏联东欧变革之后 令个体骷髅打不打 中国的这个现在市场经济的力量 有多大 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广东欧变革之后 刚才有关于周永俊的 我讲几句关于周永俊的 我在北京采访的时候 第一批接触学运领袖 就是周永俊 那个时候北高连还没有成立 还是筹备的阶段 那个时候大家给周永俊一个感觉 就是他还是比较温和的 有一个典型就是5月4号 大游行以后 周永俊在广场里面宣布 就是我们要表达的 一定表达了 我们明天回校福克 继续争取 他有第二句的 没有说我们争取到死为止 他说继续争取的 后来有人觉得 还没有拿到什么 怎么可以走啊 结果是没有走的 经过一段时候 周永俊曾经给罢免的 这里我只是说 把这个过程提出来 没有什么评价 因为也不能开展 因为当时另外有一种意见 就是是不是等全国人大 常委会开会 因为他们提出的要求 官方那个时候是拖延的方法 这个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错 以及罪 引发后来的很多冲突 都是官方一手做成的 现在只是提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从胡耀邦4月15号去世 然后到5月5号还没有到一个月 但是是长还是短 是有没有需要考虑 进进退退 以及退长机制等等 现在真的是没有结论的 如果你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人提出 但是总体那个时候的气氛是不能退 是不是对了 我到这里没有答案 现在另外关于周永俊的一个问题 也跟香港现在的逃犯条例有一点关系的 大家记得周永俊是在哪里不见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逃犯条例 现在如果调犯 就是没有逃犯条例的时候 周永俊已经在香港给送回大陆了 那么这个呢 以后会更麻烦 所以谈到周永俊的时候呢 我只是提到两点 希望能够作为以后 还有其他的民运 还有其他的社会运动的时候的 一个参考 就是温和与前卫 以及激进的界限 应该是在哪里 谢谢 谢谢 我回答一下 刚才那个周永俊的问题 刚才有网友提出 我觉得是很好的建议了 我只能说 我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做住 所以回去会跟一些朋友做一些讨论 看看我们能够做什么 那么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有限 我们最后三个问题 因为这边一位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 没有了 那三位好 就这三位了 来 我是夏业良 刚才就这个冯同意提到的 这个新冷战 或者二次冷战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我们在 所有在海外的华人异议人士 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要完成 就是我们应该跟西方世界 更多的说明 这个共产极权专制国家 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敌人 不要老是觉得中国的事情是中国的民主专制 中国的民主宪政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彭斯副总统 所做的那个 在哈尔森研究所做的那个演讲 被称为新冷战宣言 如果要是美国朝野共识 而且是不管将来哪一个总统 接任的话 都能坚持这样的一个战略 而且这个战略不是短期战略 那么将来是值得如果共产极权势力不被消灭 这个世界就非常的危险 美国和西方很多国家在一段时间里面把恐怖主义当作第一威胁 甚至把某一个宗教的信仰集团当作最大的敌人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不能搞成文明的冲突 宗教的冲突 而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共产专制极权国家 那么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就不能说没有安全的威胁 那么中国现在这么强大 它是一个共产极权国家 另外还有过去的委内瑞拉 古巴 甚至越南虽然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越南这种共产极权的特征还没有完全消失 另外朝鲜就不用说了 朝鲜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极权国家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21世纪 西方世界能不能把当作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把这些共产极权国家全部改造过来 好 谢谢各位 那位女士 谢谢夏教授 实际上我就是想说他想说的 我想补充的就是 刚才那个黄教授你用的词是Zinno 我是想或许你能够改成赤化 实际上从五四开始 共产思潮进入中国以后 台海两岸都存在赤化的问题 我们在大陆不是被汉化而是被赤化 我到德国以后 我才重新开始自己把自己变成汉人 我才成为知道有四书五经的中国人 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台湾的华人 你们可以就是反共 但是千万不要反华 这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华人的传统 你的华性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我在德国生活了三十年 可是我一到台湾 我还是会发现我在台湾和在德国的完全不同的感受 谢谢 谢谢 那刚才那边有一位 我们就只开放最后一个问题了 刚才讲 这位正 请 大家好 其实我是想回应一下 就是刚才我有网友问关于中国青年 中国行动者的那些部分 然后最近正好有一个叫做中国青年行动者 处境调研报告的这样一份报告 在对的发布 然后这个报告大概通过对三十六位 中国青年行动者的一个深度的访谈 然后研究他们的现实困境心理状态 以及这些青年行动者对运动和政治的看法 以及这些青年行动者的需求 我觉得讨论中国的未来的民主化的发展和展望的话 就是我们不可能去忽略这些还活跃在中国 就是社运中的一些积极的力量 如果大家对这份报告有兴趣的话 在门口会有几份营印版 然后大家可以去取悦 然后在网络上搜这个中国青年行动者 处境调研报告 也可以在Matter上搜到这个电子档 不好意思 我就对 想说一下 回应一下这个网友的这个疑问 谢谢 我们最后十分钟 请五位讲着一人用两分钟 做一个回应和总结 从这边开始好了 好 谢谢 赶快 首先第一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中共还是会用它 无论强大的还是剩余的经济力量 继续去抢夺话语权 我觉得呢 在这个方面呢 尽管它会不断碎弱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生命能力 所以这个呢 是第一个 这个不是等如 它会继续 主导这个形势 而是面对怎样的情况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回应 在这个方面 我只是在提出一个问题 让大家思考 第二个呢 就是讲到 中共它这个经济能力化的 中国经济的未来会不会引发出一个社会的动荡 以及影响它的内部斗争等等 这个呢我们观察呢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必须要讲几个条件 这几个条件就是民间这个爆发的临界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 中共会把它外来的压力会转化 那个传民的承受 所以在经济里面呢 什么时候才是 大家呢就是没办法要爆发出来的 这个临界点是什么时候 然后出现的时候呢 它会不会转嫁成为外来的一个危机 比如说刚才台海的提海 台海问题 只是问题呢 都要长期观察下去的 我的论文是关于这个论述这个建立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 比方说我在想在台湾例子 比方说 为什么韩国瑜说高雄发大财 当然是说高雄发大财 在背后不是他有一套方法去 使到高雄的经济弄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一个事情是说 如果在民主社会里面 不能够好好解决这个社会 受入分配不公平的一个状况 或许说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比如说在香港 表面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但是其实有很多没有竞争 或者说很多利用 某些favorism来存在业状况 所以如果民主在这个关键时刻 没有一个很深刻一个改变 一个演化的话 我怕对于未来 怎么去抵抗这个state nationalism state capitalist 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 谢谢 我还是讲这个两次冷战的事情 刚才讲了西方民主阵营 或者整个世界民主阵营 没有处理好冷战 就是因为到1991或者1989 急急忙忙的 去支持西方民主阵营 说冷战结束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去支持苏联 俄国和东欧的这个民主转型 就是现在其实西方民主阵营 是对俄国的民主主义转向 负非常大的责任 就是不只是他 让他还是把他当成敌人 他已经转成一个民主国家了 因为他需要支持 然后他西方民主阵营没有接纳他 所以他现在搞出一个普京大帝来 然后他们这个民主转型 新的作者 到今天第二次冷战 我再次强调 当民主阵营 特别是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 结醒之后 这个力量对比 民主战营是占绝对绝对的优势 共产党政权 其实真正是共产党政权 从这界 当然名义上还有五个 但真正的共产党政权 只有北朝鲜和西朝鲜 所以他们就非常顾虑的 所以这个力量对比 完全不是一个对手 只要是这个 这个西方真正的有定力 立文脚跟 这个两个小小鲜的崩溃 指日活代 有哪位不知道西朝鲜指的是什么 有人不知道吗 西朝鲜 大家都知道西朝鲜 我知道问题 是不是有别人不知道 都知道西朝鲜 OK 那就好 我是想稍微微应 赛亚良教授 还有呢 就是对西方国家的期望 首先呢 我们应该留意到 最近一年多了 美国政府 起码两三分重要的文件 这个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这个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已经放弃把这个反恐 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改为呢 只要对付呢 对于 对于美国将来 成为威胁的国家 我当 珍普选人盟主持的时候 是2013 2014 我们争取这个 进改的时候呢 当 北京人代成为 发表他的 进改方案 那的时候呢 英国 美国 总领事 公开的 撕杀地 也认我们民主派 接受这个方案 那我的态度 就很清楚了 要是我们 接受这个方案 我们这个民主运动 放弃了 不用再搞了 但是我们的 英国 美国政府的态度呢 还是 我们不会 基于 厚望 但是 不会放弃 跟他联系 再次我们的立场 争取他们的合作 我们在香港呢 我很多时候都听到 有一些国家的 零食 我也不点名了 他就是很 尖尖气息的说 好在 我们没有反对 中国 结果呢 他订单 从哪一个国 到我一个手上了 我们都明白 每一个国家 他都争取 他的利益 那我们也是 距离力争 尽量争取 他们的支持 但是最最重要的 我们绝对不放弃呢 对西方国家 公民社会的工作 这个呢 我们一直都是 期望了 他们的媒体 他们的学生家 他们的机库 他们的NGO 非政府组织 不断的 能激起我们 谢谢 我觉得呢 其实就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呢 如果在西方 不觉得中国 是他们的致命威胁时候呢 他们不会去替你打仗 你去游说 我告诉你 他们很反感 你跟那儿有矛盾 你让我去替你打仗 付代价 他们就这么认为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自己打 他们感动 他们会支持你 你要不出面打 你不打出个希望来 人家不会支持你 最多就是人权团体呀 等于一些边缘 社会边缘机构 给人家支持 在华盛顿的华盛顿 搞两个show case 其实我去做show case 完全可以 我就是不想去做show case 我想做实实在在 能改变中国的 把共产党推翻的力量 做不成我就不做了 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西方觉得 中国是个致命威胁的时候 那就是跟我们在 八九年六月三号晚上 面临情况一样 共产党要对你已经暴政的时候 你是暴力反抗呢 还是退场 那西方要退场 他就完了嘛 但是我估计他不会退场 这时候美国就会起来 担负几个领导责任 这形成新冷战 这时候新冷战争形成呢 我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为什么呢 冷战不是热战 不是要把它打垮 在冷战下呢 多个西朝鲜 对吧 一个北朝鲜 已经够让世界头疼了 再多个西朝鲜 普京说一句话 金正恩那种人 他让他人民吃草 他要挺下去的 那中产党 现在习近平不就要准备 摆出让咱们中国人民吃草吗 挺20年 我就讲说 2022年以前 就是我们的战略局役 2022年 二十大开完之后 独裁者都长寿 他活到90岁 又20年黑暗 所以呢 诸位 如果台湾不想沦陷 如果自由民主主义 不想遭疆的话 那就是把共产党推翻 没有别的路 好 再次谢谢 各级五位讲者评论员 我们下一场继续相关的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讲者跟谢谢宇慧的大家 谢谢大家